出游却遇上了死劫 住在台中 67岁张姓妇人和家人开车到台东池上旅游 6号晚间她步行要回民宿的时候 被一辆小货车冲撞 妇人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送一不适 而同行的女儿则是受轻伤 警方以车追人 找到一名酒驾男子 交由检方来询问 地面上留下一大片鲜血 看得令人触目惊心 这场死亡车祸就发生在6号晚间7点14分 地点位在池上乡中小路段 一名67岁的张姓妇人 一家四口从台中开车到台东旅游 晚间用餐后 一家人步行回民宿的途中 一辆同向行驶而来的蓝色小货车 从后方直接撞上 张姓妇人被撞倒地重伤 当场失去心跳呼吸 而女儿则受到轻伤 张妇重伤送一于20时15分宣告不治 警方根据家属的描述 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 找到了赵氏的小货车 同时还找到了一名酒醉疑似驾驶的男子 带回询问 但男子失口否认 公称是回家后才喝酒 以车追人 循现找到赵氏车辆及驾驶 初步比对车损状况 以现场遗留机证相符 本案由台东地检署检察官 预定于本日进行刑事相怨及复训 以拟清事故发生过程 原本一家四口开心出游 没想到遇上车祸死结 叫人痛心 疑似酒驾照逃的驾驶 要面对的恐怕不只是法律上的责任 还有良心的谴责 进行刑事会 池上商报道